sar sir 不用再不用再演了 rushka we're done 你们接着讨论 接下来要进行对战的是 第一波王炸 boom 战队 和世界一流战队 改编的歌曲是 altime road 一波你本轮出战的队员是 Bubu兔子 Bubu兔子 刘仙华队长 世界一流是 Rushka sar Let's go 加油 Bubu兔子 舞台交给你们 我们这个歌 altime road 然后NV想的就是一个 牛仔的波影 在一个现代化城市里面 骑着一匹马 跟一个跑车飙车 就是那种感觉 我说这个很酷 其实这个概念 我说那留在这个概念很好 刚好就是这个歌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可以尝试 这样风格的一波步党 然后就开始排练 因为我们都是hiphop dancer 其实排得挺快的 然后我就在想 有没有什么加强的地方 然后我就看见Bubu 一个人一直在 就一直围着那个场子走 这样走 走了大概十几圈 我说你干嘛呢 他其实他一直在思考 就是我们在这个 已经确定好的出版上 能够有什么再提升的地方 因为我们做得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需要 做这些更有趣 我会成为一个猴子 因为我以为 如果我们两个猴子 可能会不会有趣 我们做这些更有趣 就是再把招做得再明显一点 招做得再夸张一点 明白就是在张里面 现在挺好 对吗 practice 对 对 对 关于我们的表演 我们开始想到 做一个 的表演 跟教授和学生 然后 之后我们想到 可能我们需要 一个更新的 一个不再做的 然后 然后 《Rush Hour》 我意识到 对 是的,它是相配的,因為我是少許高於 Sir 我代表外國人 他代表中國, 它相配完全相配 所以我們開始建造我們的節目 跟著《Rush Hour》的題目 我們開始有趣因為 那些角色是非常有趣 他們是朋友和朋友在同時 它是相配我和 Sir的完全相配 這很棒 這是什麼? 是的,但什麼是故事? 什麼是題目? 為什麼我們在戰鬥? SAR得這個完美的意見 要不然我們去女孩吧? 那是一個很好的意見 所以我們建造了整個故事 《Rush Hour》 而且故事是在戰鬥給女孩 我挺自信的 因為我知道我的朋友 我知道我們會殺她 SAR不用再演了 Rushka,我們完成了 你們記得討論 《Rush Hour》 《Rush Hour》 其實我很喜歡 因為很幽默 這是一點 同時它中間 幽默點綴的又恰到好處 然後舞蹈的直給 又非常的棒 所以整個作品就讓我看下來 就又嗨又有笑點 這個很難 而且最後又埋了一個梗 所以這個就特別的棒 對 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原來他們兩個人組成這樣的一個風格 啊 When I saw Boo Boo looking like a horse 哈哈哈 and toots like a cowboy was really funny and you know even it's it was a little bit funny they keep the the technique and the musicality and everything was really nice I really like their performance was really good yeah 好 100位 請你們做出你們的選擇 如果你們剛剛更喜歡 Boo Boo和兔子帶來的作品 就請扔出你們手中的 綠色毛巾 如果更喜歡 Sar和Rushka 他們的作品的話 請扔出手中的藍色毛巾 3 2 1 請投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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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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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OK嗎 就是因為他頭髮挺挺多的 Easy Easy 好然後Rushka跟Sar 因為我記得上幾季我有看到 他們兩個人在Battle的時候 最精彩的一個商人的一個舞蹈 然後今天真的看到 比那個更好的一個舞台出現了 所以真的是是太棒了 你知道Sar和Kaka他們倆一上來 我想了一部電影叫《尖峰時刻》 就他們聊的感覺特別像 Sar我從來沒見過你穿的西服 真的還挺像樣 還挺酷的 我覺得他們還是確實有 兩組都很有感覺 對 一星隊長 同意以上所有觀點 中國風就給手 好的 兩組作品表演完畢 100位的選擇如下 你分為36票對62票 本輪勝出的是 世界一流戰隊的SarRushka 恭喜 這一輪我是把毛巾投給了這個Sar跟Kaka 因為兔子跟Purbu 他們分開來是非常厲害的 Battle型的選手 然後這個作品就是有這種西部牛仔 有這個扮演一個很可愛的這個馬 我覺得這個創意很好 但是呢他們作為Battle的選手 我覺得1加1的時候 可能沒有讓我有一個預期 就是大於2的感覺 相對於這個Kaka跟Sar 因為他們是各有特點 然後特點比較統一 就是會玩 又很可愛 所以在他們的舞蹈當中 有一些雙人的配合的動作 像是武打 然後在武打的過程中 又挠你癢癢 這個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點 Kaka和Sar 這組它有一種電影感 所以當他們兩個整體的形象一出來 然後再配合背後的那個背景 莫名跟這個電影形成了一種呼音 Kaka和Sar的表情 就整個把我就拉到他們那個角色裡面了 而且中間有一個環節 就是音樂特別慢的時候 忽然一下快 他們倆是快慢結合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當時投給了Kaka和Sar